独消正陪妻子做产检 可路上却被一个老婆婆拦住 妻子接过平安府 发现里面竟装着一枚三千克拉大钻截 纸条上写着嫁别我 妻子的心瞬间被这一幕融化 看着腹中胎儿即将临盘 她当晚就决定和妻子举行婚礼 本以为一个美满的家庭即将诞生 却没想到新婚之夜变成了葬礼 摄影师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一枪击中 独消知道这次很有可能在街难逃 于是拉着妻子准备离开 为了不让妻子看到这种血腥场面 刻意用手挡住了她的眼睛 俩人在漆黑的夜里正打算坐游艇离开 可这时警方的直升机也追了过来 在直升机的探照下 所有暴露的目标都接连被枪击中 妻子为了保护大独消 本能地帮她挡住了扫射过来的枪子 等她回过神来才发现妻子的腹部鲜血 一直往外躺 看着腹中的胎儿生死未骨 妻子也永远地离开了 她发誓一定要让所有人付出代价 男人叫林震安 是亚洲暗网创始人代号老板陈朝生的金牌律师 不久前陈朝生组建了自己的黑客团队 五天后会进行最后一次线下交易 他们利用恶劣天气的优势 将一艘带有四吨重毒品的邮轮 悄悄地驶进了香港海域 并且在没有入境症的情况下 也能通过黑客的手段 顺利地让邮轮进入香港境内 为了避免网络贩毒的猖獗 所以一定要将这一切扼杀在摇篮里 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把老板扼杀于摇篮中 这次任务由网络调查科警四方新负责 他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就是在陈朝生交易当天 现场来的人赃并火 殊不知就在同一时间 毒贩正在酝酿着一场巨大阴谋 此时陈朝生正在和毒贩进行交易 岂不知一切都在警方的控制之内 突然他收到一条有警方的消息 便当即决定取消交易 其实他已经安排了狙击手 一旦被警方围捕 将会杀掉交易对象灭口 就算被抓也会死无对证 这样一来林震安就可以帮他洗清嫌疑 随着狙击手的一声枪响 毒贩被一枪毙命 很快两伙人便打了起来 这时方新也带人冲进来 随即扔出烟雾弹迷惑毒贩视线 大战一触即发 混乱中陈朝生在阿南的护送下坐上了车 随后车子迅速地冲出厂房 直接撞在了路边的车上 陈朝生被死死卡住 他甚至已经没有机会逃掉 便掏出一个平安所交给阿南 快去交给我老婆 走 而陈朝生就这样被警方当场抓获 然而阿南拿到东西后 并没有直接交给陈朝生的老婆 而是拍照传给了芳心 原来他正是警方安插在陈朝生身边的卧底 陈朝生被抓后态度十分的嚣张 在律师来之前他什么也不会说 为了得到更多的线索 阿南只能将平安所交给陈朝生的老婆 就是这个举动 让所有能出庭指认陈朝生的人都接连被暗杀 而这一切的幕后黑手 竟然是外表和善的大律师林震安 陈朝生被抓后 他的妻子拿着平安所找到林震安 很快对陈朝生不利的证人就接连遇害 连藏有证物的地方也被炸毁 目前为止还有一个地方 留有陈朝生的犯罪障能 可当阿南赶到后 户房却突然被炸毁 只在现场找到几片残留的纸片 他立刻将这些拍给了芳心 此时陈朝生还在暗自窃喜 自己很快就能出去 岂不知就是这几张废指 足以让他将牢底坐穿 他看到证据摆在面前立马傻眼了 知道自己再也出不去了 于是申请给林震安打去电话 当林震安来到警局看望陈朝生时 陈朝生却坦言再也不需要律师了 林震安刚走出警局 陈朝生就选择了自我了断 而警方的这次行动也以失败告终 仅凭现有的证据 不能证明陈朝生就是幕后老板 警方又一次没有了方向 林震安回到黑客总部 他深知团伙里已经混进了警方的窝团 不仅发泄着心中的怒火 我要黑进警局 我要知道谁是鬼 这时黑客头子却告诉他 这样做的风险会很大 因为警方也很有可能追踪到他们 一旦暴露将得不偿失 此时林震安脑海里不断出现阿南的身影 本着宁可错杀也不放过的原则 紧接着便给修浩拨通了电话 让他抓住阿南 同一时间警方这边 原长官也接到阿南已经暴露的信息 可当他要把消息通知给方星时 那边却处于盲线状态 无奈老袁只能拖着300斤的体重爬楼梯 当他爬到楼上时已经累晕了过去 这时方星也看到了手机里的信息 这边阿南刚收到消息 就被突如其来的车子撞倒在地 随后被人拖到了车上 手机也被车轮压碎 方星很快就失去了阿南的定位信息 黑帮的手段是何其残忍 可想而知等待阿南的僵尸怎样的下场 很快阿南被带到仓库 然后毒贩小弟便对他严行拷问 问他还有没有别的同伙 面对毒贩极其残忍的折磨手段 阿南依然什么都没说 他还趁机咬掉了毒贩小弟的耳朵 看到这里小编也有一个疑问 莫非毒贩团伙里还有警方卧底 阿南被毒贩折磨得奄奄一息时 却看了一眼旁边的修昊 眼神里充满了身影 看着阿南被折磨得不成样子 修昊直接冲了上去 此时他希望阿南说点什么 至少可以保住性命 可阿南却选择守口如瓶 就在这时林震安却放话 随着一声枪响 阿南也失去了年轻的生命 修昊看着战友死在自己手里 内心久久不能平复 原来他正是多年前 老袁安插在林震安身边的卧底 到现在已经15年了 本来打算完成这次任务年底就移民 但直到行动前 他也没有收到老袁的信息 另一边警方很快破裂了老袁的手机 这才发现原来修昊也是警方卧底 在他的帮助下 芳心很快找到了死去的阿南 看着昔日的战友 如今却成了一具冷冰冰的尸体 芳心难掩内心的悲伤 他发誓一定要将毒贩绳之于法 随后便用老袁的手机约见了修昊 两人约好在电梯里见面 修昊却说自己要辞职 其实修昊有他的迫不得已 过了15年刀尖上舔血的生活 这其中的心酸和压力没有人能够理解 如今还亲手送走了自己的战友 但是到如今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 要想揪出幕后黑手 他只能留下来继续做卧底 因为林振安已经对他完全信任 他们会经常一起去大排档吃饭 会坐在车里听林子祥的歌曲 或许是有着同样的爱好 才让两个人有了共同的话题 而令修昊做梦也没想到的是 林振安就是他一直苦苦寻找的大毒孝 晚上林振安带着夏威和修昊一家吃饭 不成想就在夏威去卫生间的工夫 却发生了意外 就在夏威和佩玉聊天时 遇到了小混混抢包 这时修昊义无反顾地冲了过去 将夏威从小混混的手上救下 不想动静太大引来的巡警 可想而知几人都被带回了警局 芳心看到林振安后 赶紧上前打招呼 实则就是为了给他的夏满威 小朋友没被吓到吗 谢谢你别关心 别担心 我们是警察 一定会把毒贩都抓起来 早晚的事 那警察要努力咯 而林振安却是一副很嚣张的样子 并且大摇大摆地走出警局 所谓天狂必有雨 人狂必有灾 而这句话也会在日后应验 当天晚上 林振安就和南美大毒枭进行视频通话 对方要求他五天之内 将那四吨毒品运到南美进行交易 而林振安却想转战网络 因为那样目标小回报率却惊人 可对方已经将两吨货卖了出去 如果不能如期交易后果将不堪设想 或许是家破人亡甚至会搭上新闻 因为毒贩实在是丧心病狂 无奈林振安只能表面上答应了对方 岂不知他已经策划好了更大的阴谋 这天林振安让修浩陪着夏威去做产检 可去往医院的路上 夏威却接到医生的电话 将时间推后了两个小时 他们只能来到林振安的律师楼 趁林振安陪夏威去洗手间的工夫 修浩通过玻璃看到电脑上正在运行着什么 他赶紧拿出手机拍了下来 很快就收到一条短信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但他意识到事情肯定不简单 这时林振安走了出来 当他看到本应进入待机模式的电脑 还亮着平时 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为了避免暴露身份 他只能对修浩起了杀心 于是便给杰森发去信息 让他将修浩灭口 杰森一路尾随修浩来到一个胡同 正好遇到两个巡警 当巡警看到他腰间的枪时 还没等两人反应过来 就被杰森击中当场里头喝饭 这时躲在广告牌后的修浩也摔了下来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芳心感到扑倒了杰森 其实修浩早就发现林振安会对他灭口 便将自己的位置发给了芳心 芳心收到信息后 赶紧开车赶了过来 幸好他及时赶到才将修浩救下 随即两人一起摔到了红酒店 眼看杰森就要拿到枪 芳心紧接着就是一脚 并趁机掏出腰间的配枪 却被杰森一个过肩摔外加扫糖腿轻松撂倒了 芳心迅速起身用胳膊肘狠狠对在杰森脸上 眼看两人的伸手互相上下 但关键时刻还是芳心完胜 自古以来都是邪不胜正 就在他要拿下杰森时 修浩却突然出现 他扑过去将芳心撂倒就走杰森 为了拿到林振安的犯罪证据 他别无选择 只有这样做才能获取林振安的再次信任 顺利地完成卧底行动 果不其然林振安相信了修浩 他们又坐在一起 说着这么多年的情谊 当年修浩因为打架摊上官司 请林振安做他的辩护律师 一转眼已经15年过去 虽然修浩是故意接近林振安 但他却是重情重义的人 这一刻他将林振安当成了兄弟 其实林振安这么做都是为了夏威 当初夏威被人强奸 之后就患上了抑郁 所以只能用毒品来麻醉自己 从那以后林振安便开始贩毒 这时他给修浩两个选择 要么替他担所有罪名 不然就是死路一条 他将修浩带到电脑前 这时修浩才明白了一切 就连陈朝生也只是个替罪羔羊 林振安才是幕后大佬 此时修浩已经别无选择 他只能按下了确定键 也就是说尽管警方拿到了所有证据 林振安也会全身而退 修浩将成为下一个替罪羔羊 这就是懂法 知法 又犯法的可怕之处 就在几天前林振安和南美毒销通话 告诉对方不能在五天内如期运火 对方听后很是愤怒 但林振安却选择了一意孤行 并命令黑客团队按计划行事 通过修浩警方也知道了他的计划 很快芳心就有了应对方案 警方会在毒贩网上交易时 想方设法地拖慢他们的网速 同时找出他们的服务器漏洞 随即攻进去让对方系统瘫痪 很快就到了直播时间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警方要赶在买家付款前 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可林振安的黑客团队简直太厉害了 还没等警方攻进他们的暗网 很多买家就成功付款 同时也让警方系统全部瘫痪 大屏幕上还出现了小丑挑衅的嘴眼 四吨毒品也在同一时间内全部卖完 林振安也露出了得意的神情 随着毒品在市面上的泛滥 压力都给到了警方 尽管已经缴获了1.2吨毒品 还是有很多人因此丢了性命 并且警方已经掌握证据 至少还有两吨毒品在市面上流通 而南美的大毒枭因为没能如期交火 被毒贩报复惨遭灭门 此时他只想找林振安报仇 可林振安这时却沉浸在喜悦当中 因为他与夏威的婚礼在马来西亚如期举行 作为好友修浩将夏威亲自交到林振安手上 一对新人都沉浸在幸福中 因为这么多年他们终于修成正果 可这时意外却发生了 南美大毒枭收买的雇佣兵突然出现 枪战一触即发 修浩全力护送林振安离开 在逃离的过程中 林振安用手挡住了夏威的眼睛 因为他不想让妻子看到这种场面 其实今天来的不仅有雇佣兵 还有芳心带领的飞虎队 他们一早就得知 有一批武器运来了马来西亚 所以早有防备 随着警方的加入 大部分雇佣兵缴械投降 而林振安也带着夏威来到游艇航 打算坐船离开 他将妻子抱到船上 可警方的直升机也在这时赶到 在直升机的探照下 所有暴露的目标都接连被枪击中 夏威将这一切看在眼里 他一把拉过林振安躲到游艇下 因为他不想让丈夫受伤 林振安对他的爱他都看在眼里 就连求婚都是那么的别出心意 虽然林振安是个十恶不赦的毒贩 但他对夏威却是百般呵护 甚至爱到了骨子里 就像林挥英说的那句话 你若拥我入怀 疼我入骨 扑我周全 我愿意蒙上双眼 不去分辨你是人是鬼 而夏威就是这样想的 他愿意为林振安失去生命 当林振安反应过来时 才发现妻子已经中枪 那一枪正好击中了夏威的腹部 也就是说夏威和腹中胎儿都有威胁 夏威看到女儿后落下了眼泪 然后就永远地闭上眼睛 如果林振安早点料到会是这样 大概他就不会那样做吧 很快孩子被送到了新生儿监护室 这时方兴也带人赶到医院 他要将林振安带回警局 可林振安却要求给他点时间 可不可以等我女儿 稳定一点再跟你回去 你不用再跟我装可怜了 毒贩就是毒贩 阿南不可怜吗 知不知道你的毒品害死多少人 有人在意吗 可怜的是他们不是你 自己来还是我抓你 很快林振安被带回了警局 可警方却没有证据给他定罪 方兴将林振安带回了警局 还申请特权让他用手机看女儿 当看着女儿娇小的样子 林振安瞬间红了眼眶 他是杀人不眨眼的狠人 但他也是个父亲 可当方兴劝他承认罪行时 他依然是那么理智气壮 警方没有实质性的证据只能放人 但从夏威去世后 林振安变得失去了理智 他开始用毒品来麻醉自己 只有一个信念就是要为妻报仇 他派员将南美大毒枭弄死 还将对方的一整个村子炸为屏蔽 就在这时医院却传来噩耗 他的女儿危在旦夕 当他跑到医院抱起女儿时 孩子却对着他笑了笑 然后落下最后一滴泪 他还没有长大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随着妻子和女儿的接连离开 林振安彻底疯了 当一个人没有了软肋 才是他最可怕的时候 他要报复 一定要查出到底是谁出卖了自己 他让人黑进警方系统 让他意外的是这人竟然是修浩 他恼羞成怒将电脑打碎 这时修浩还不知道身份已经暴露 看着老袁的离开 他想起作为警察的使命 于是他要继续完成卧底任务 可芳心却申请将任务取消 因为阿南的死 他再也不想让修浩去冒险 而修浩却直接找到中长官 这时中长官也给出了一个方案 那就是林振安用自己的头像登陆 同时还要拿到实质性的证据 只有这样才能给他定罪 林振安亲自来到警局保释修浩 岂不知他已经派人将修浩的妻儿都抓了起来 警方很快就查到林振安的IP地址 并且可以肯定他已经知道了修浩的身份 为了保证修浩的安全 芳心必须出警救他 却被中长官拦住 作为执法者他们没有特权 在法律面前什么都要讲证据 但生命大过于天 虽然他们肩负使命 但同样不能让战友白白牺牲 芳心摘下证件 并保证一定会带着证据和修浩一起回来 这时林振安和修浩已经在警方的掌控中 在车上修浩说出了自己的身份 他从一开始卧底只是为了接近老板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林振安就是老板 而林振安也坦诚不公地说出自己的身份 这么多年他一直将修浩当成朋友 如今他失去了妻子和女儿 便将这一切都算到了修浩头上 紧接着他们来到了一家废铁厂 林振安已经将修浩的妻儿绑到那里 修浩上前抱住妻儿 随之掏出了林振安曾经给他的项链 林振安并没有履行当初的承诺 而是开车向他们冲了过去 这时芳心也开始行动 快速地打落了悬挂着的铁块 铁块掉落的瞬间直接砸向林振安的车 他为了躲避一下退到库房里 被死死地卡在了车里 修浩趁机打倒旁边的人把枪夺了过来 混乱中警方救下修浩的妻儿 而林振安却发现了对方的行踪 随即带人追了上去 林振安的人和警方打得不可开交 尽管警方一直火力压制 奈何对方火力太猛 只能请求支援 而在指挥中心坐镇的中长官更是急得手足无措 尽管没有掌握林振安实质性的证据 但一定要保证同事的安全 那不仅是出生入死的兄弟更是家人 芳心为了让修浩救下妻儿 他选择断后 这时林振安却挟持了修浩的儿子 随着警方的支援 直升机迅速扔下闪光弹 修浩趁机扑倒了林振安 这才将儿子救下 与此同时警方也破解了林振安的暗望 对于心高气傲的林振安来说 怎么可能轻易投降 只见他一枪击中芳心 幸好打中的只是防弹衣 当芳心开枪时 修浩确替林振安挡了致命一击 他们一起掉进库房里 这时林振安提出了一个要求 这么多年的友谊修浩决定成全他 于是让他挟持自己离开这里 而芳心却在后面追捕 随即展开了一场速度与激情 逃跑的过程中林振安将修浩推下了车 自己则冲破栏杆掉了下去 当他抬起头时 却发现已经来到了妻子的一项钱 迷流之际他仿佛看到了 妻子抱着女儿开心地笑着 修浩全家来看望他们 而这一切都是林振安的幻想 这是刘德华演绎生涯中第五次演反派角色 尽管我们华仔长得一脸正气 怎么看也不像是一个坏人 但这部电影里的角色 却被他塑造得相当道歉 哪怕是一个眼神一个微表情 都表现得恰到好处 简直就是教科书般的眼睛